那些狗都很胖 就是10公斤左右 那太胖了吧 是什麼 什麼品種啊 要咬人啊 他覺得 傻眼的是他爺爺要過小孩 然後那個尼谷突然拋過來了 然後大罵我 還會罵我出身什麼的 真的 尼谷啊 尼谷 你訓犬啊 等一下 該不會是訓德國 對啊 德國狼犬 是應該是德國狼犬 沒錯 一開始是德國狼犬 因為我的假人都是訓犬人士 然後你們看一下 哇 好恐怖喔 那個是在訓練他攻擊 對 這是我的假人 右邊是我弟弟 然後左邊是我爸 然後那時候這是特別一個運動 就是叫 就是類似像競犬一樣 哦 是 是 競犬啦 競犬 哇 那欸 左邊這個是 哈斯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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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面那個是一種獵犬 對 沒錯 猎犬 Pointer 然後也有一個皮特犬 跟一個金犬 跟德國狼犬最右邊 都是很兇的狗狗 其實訓練好就不兇 你比他兇就好 哦 那台灣有人找你訓犬啊 有 不少啊 有不少人找我 老狗你接受嗎 我覺得每一種狗都可以訓練 賓狗你也有認識嗎 賓狗 賓狗 老狗比較不好訓練 因為他已經定型了嘛 對不對 會不會 對 老狗學不到新把 新把系嘛 好 然後 他的狗叫賓狗 那有人借著訓狗 然後來接近你嗎 像我這樣 對 不會太直接啦 因為老狗就是他本人 對 他是老狗 老狗 到最後是在訓練我 來 坐下 趴下 轉身 不希望女生找我 因為訓練男朋友 有 真的哦 其實學法差不多 因為男人就是小動力 他來到台灣的原因 竟然是為了善心 那時候我認識一個 在德國長大的台灣人 然後我認識他後 他跟我說 你要不要體驗我的文化 然後帶我來台灣一陣子 然後我是覺得 這裡這麼多監獄啊 因為那個鐵床啊 你是從桃園 往到台北 然後下三重 很多老房子對不對 然後就是那個鐵床 那時候我嚇死 因為我以為這麼多 可能這麼多監獄 因為台灣的房子 偷偷有上鐵床 所以你看起來像監獄 對啊 很可怕 但是呢 雖然我一開始嚇到 我後來發現 欸 台灣很好 食物好吃 台灣人很熱情啊 熱情 友善 就是我的經驗非常好的 真的很友善 對 然後後來我是想說 OK 如果以前有機會 我一定會回來 所以我來說我來這裡 Working holiday 那Working holiday是說 我更愛台灣 OK 然後我決定 我以前來這裡學中文 在台灣訓練狗的氣氛 比較不好 是因為台灣人 尤其是台灣主人 很固執 喔 喔 怎麼說怎麼說 比如說 他們很願意付錢 然後也聽你說什麼 但是他們不會做 像有一隻我 有一個客人 她是一個女生 然後她叫我來她家 就是看她的皮特拳 因為她咬過人 皮特拳那個個性比較兇 我沒有 那會咬死人啊 是咬死人的 那不是開玩笑喔 對 就是要小心 那時候我去然後跟她解釋 這麼訓練她的狗什麼什麼的 然後突然她的老公回家 然後說 看到妳 妳不懂事啊 妳是女生啊 妳根本就不了解啊 蛤 狗就是要咬人才可以保護家人 我說 要咬人啊 對 傻眼的是 她也要過小孩 蛤 那她還覺得說 狗就是要咬人 對啊 就是很誇張對不對 對啊 有時候在台灣 族人有一點點 不好相處 喔 那是說話存在那種耶 對啊 但你遇到這個人應該是 不只是這個事情 還有另外一次我去 還有啊 對 還有 還有一次我去高雄 然後救狗 那時候我是去一個 不知道 山山的一個廟裡的 就是像狗車一樣 OK 他們也是救狗 然後他們叫我訓練那些狗 所以他們以後可以 比較容易被領養 牠是一個收留中心 對 類似 把這些狗弄乖一點 來才會有人領養 這是牠們的目的 就是本來的目的 但是出事了 因為我就是跟牠們說 那些狗都很胖 就是60公斤左右 蛤 太胖了吧 是什麼 什麼品種啊 那這個60公斤 那這個收留中心也 也吃太好了吧 對 所以我跟牠們說 牠們必須要吃少一點 因為我要跟牠們訓練 有零食他們才會聽話 那時候我跟牠們三天 少吃一點 半分 就半分而已 吃一半 然後那個尼姑突然拋過來 然後大罵我 大罵妳為什麼 因為牠覺得我讓牠們餓死 還有罵我出身 什麼的 真的 尼姑啊 本來就看起來很可愛很nice 甚至這樣根本就超級凶 妳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尼姑有一個特徵 對 所以料理是誰要吃啊 訓狗我們要教牠會 因為狗唯一的生命的目的就吃 生存嘛 所以你要讓牠稍微有7分飽就好 因為牠有時候不知道 有一點餓牠才會聽話 牠怎麼樣 這是訓練的一部分 對 如果是訓練的話 當然要為牠燒一點 所以你訓練牠的時候可以用多一點零食 對 那牠有目的就是要吃東西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跟牠訓練 當然可以吃飽對不對 哇 那 辛苦妳來了 那個尼姑很兇耶 很兇耶 後來咧 妳就沒有去了嗎 後來我們就是 還是有救回來那些狗 然後先到台北 然後從台北我們從牠們到德國 然後牠們都被領養 三十多個狗 三十多隻啊 好顯示好的結局 人長得漂亮的心更美 真的 對啊 我是發現跟台灣的宣傳師 互動的時候 就是他們太溫柔 太溫柔 等一下 聽我說 如果你是教過爬下走下 類似這樣子 簡單的 你必須要溫柔然後鼓勵他 做事對不對 對 但是或者是要人的問題 咬人的問題 對 咬人或是咬小孩或是什麼的 那你當然就要處理這件事情 對 有時候可能熊啊 就是你要很嚴格 你不能就是為他一個餅乾 你今天沒有咬過人 我今天為你一個餅乾 但是沒有用啊 對 但是有事情你就是要處理 該懲罰的時候 是 對 對 OK 對 然後另外一次 我也發現有一些宣傳師 他們是騙錢的 就是他們可能 他們解你的狗 然後我說 我幫你訓練他 三個禮拜後 他賺了一個三萬塊 然後還給你你的狗 結果呢 他不一定聽你的話 他是訓練他的話 不是你的 就是 然後他你就是覺得 好怪 好像還沒訓練好 你要送他回去 那這個也不知道怎麼挑 訓犬師 應該就是直接找阿啟就好了 對 只要找他了 應該就找阿啟就對了